一觉醒来就有妹子躺在怀里 这个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要讲的是 男主尼侯亚萨西的老番 驾向星空直角 因为弟弟小布需要疗养的原因 男主一马便跟随弟弟一起 从城市搬到被大自然包围的美丽乡下 却附近熟食的万代馆中寄宿 不过在去旅馆途中 走错路的他们还被猴子抢了小布的帽子 因此一马为了抓猴子而把自己搞迷路了 在陌生的山里面 不安的一马就看到了一位少女阿川 阿川热心地给一马带路 再过小河时却意外摔倒 结果就这样给委员上了 只被前来找阿川的小姨给看到 一马被当作变态暴打了一顿 虽然一马和阿川都在解释 这是个误会 但一马的形象在小姨这就是变态 更尴尬的是 当一马带着弟弟找到万代家的时候 但是小姨和阿川也住在这里 彼此还都是一个班级 被小姨骂变态 导致一马才刚到这里 就被人当成了坏孩子 不过却也马上结识了大巫当了朋友 虽然一马需要承受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都以平稳的心态应对着这一切 可最近总是感觉背后有人偷偷监视自己 刚开始以为是错觉 久而久之一马觉得去由其人 但每次自己回头的时候 时间就消失了 一次大巫和阿川他们提出 晨周末的时候 带着一马和小巫一起去看看这美丽的乡村 在参观寺庙的时候 他们还累设在寺庙做义工的原家 原家有恐难症 在看到一马离自己那么近的时候 立刻就把一马放倒跑走了 事后原家觉得自己做了不对 并想跟一马道歉的时候 一马等人都已经走了 和缘分就是如此凑巧 隔天散播了一马又路过了寺庙 想到昨天自己突然出现吓倒了原家 所以想跟原家道歉 在二人相互道歉的时候 一个在树上的孩子小一 竟向一马丢肩过 因为从他的角度看到原家 因为一马哭了 再加上学校一直流传 一马刚来的时候就亲了阿川 还有着变态的称号 于是直接就认为一马又在欺负人 在原家说明了情况后 小一才知道是自己误会的一马 但为了自己的面子 小一让一马和原家底下头 自己偷偷流走了 才刚到新地方 就因为一个乌龙 而跟多位妹子有了交集 这不得不说真的是缘分啊 很快又是新的一天 大悟和一马一起来到学校 在楼梯口的时候大悟了急 一马将书包推给了一马 一马没有站好 想要倾倒 却不小心把一个高个子的美女 给撞倒了 并且美女的手机也给弄掉了 在一马帮美女捡起地上玩偶的时候 顺口说了一句 好可爱 因为一向被人当成高冷的美女 从来没有人说过她可爱 所以一马的一句夸奖 被美女认为是乌努自己的话 恶恼羞成怒 但等美女反应过来 一马是在说玩偶的时候 就爱一个人多 想要等到单独相处的时候再道歉 在看到高冷美女走过的背影时 就大概知道了怎么回事 在大悟的介绍下 一马知道高冷美女 是一家酒馆的鲜金 叫洋菜 高冷的外表 让她收获的女粉比男粉还多 但因为不怎么爱说话 使人产生距离感 中午大家的讨论者有商店老板 共同举办的学员体育机 由于冠军会得到电视台的采访宣传 所以每个商家都非常的积极 而万代旅馆的代表自然 拿在了一马身上 放学后 一马便在山间运动准备起来 所以伤了女孩小一 因为提了太多的东西 一马就提出帮忙一起提 到了小一家中 只有小一的爷爷袁太郎在家 从爷爷爷口中得知 生病的弟弟盈泰对于手术不肯配合 于是小一就立刻去医院开导盈泰 盈泰说小一如果可以参加比赛 并取得冠军 自己就有信心 赞胜兵魔 为了鼓励盈泰 小一真的参加比赛 学员体育即开幕 各种各样的比赛进行着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赛跑 选手不仅要完成野外田径比赛 还要在比赛途中 完成相对应的关卡 前几个关卡 对每个选手难度都是相对的 在一周选手之中 小一脱颖而出 最先到最后一个关卡 要穿上抽中的标签 相对应的服装 完成接下来的路程 小一抽到了新娘服装 穿了高跟鞋 继续向前 一马抽到了新郎西装 也向前跑去 阿川抽到了玩偶服装 看起来十分可爱 而本来抽到起跑 感到牛肉捏捏的杨菜 看到这么可爱的毛龙玩具时 不顾一切地追赶着阿川 阿川被不明所以地追赶着 感到害怕也奋力向前 跑到最前面的小一 却意外扭到了脚踝 但为了盈泰 还要继续跑下去 可小一的脚踝 肿胀太厉害的 已经没办法站起来了 后面的杨菜和阿川 也在快速跑过来 让小一继续独自跑下去的话 冠军肯定没有了 于是 一马一把抱歉的小一 冲向了终点 由于是小一 甩先碰到线 裁判判给的小一是冠军 在面对镜头时 小一没有说怎么获奖感言 而是对着镜头鼓励 盈泰 一定 要心心去战胜病魔 在电视的另一边 盈泰看着小一的鼓励 兴奋的答应 一定会战胜病魔 还接受了手术 可大悟面前的杨菜 就在想什么时候给一马道歉 而这就等到期末考试结束之后 大悟提议大家先去放松一下 但小一的功道不大会将近 需要专心练习 于是期末考试之后的一马 他们就去游戏中心 和卡拉OK 小丑 浅闷 之后小一的功道不大会开赛了 大家去加油 可是小一的状态却不太好 第一件直接拖把 大家依旧为小一加油呐喊 等到比赛结束 大家都在外面等待小一 可是小一从供应室另一处走了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从哪里找她 大家都只知道 小一心里一定不好受 这是一马想到一个地方 让大家先回去 自己去找小一 等到山顶 小一果然在这里 在自家无人的地方 小一第一次向一马 袒入心事 坐在比赛的时候 自己越想集中精力 越精神恍惚 直到最后 晕倒了 一马安慰她 如果真的很难过 不要被她心里大声喊出来 像发泄一样 在一马的指导下 小一的心情渐渐好转 恶人一起下山 在山腰上遇见了大陆她们 她们也很担心小一 就往这个方向赶来 经过这件事 小一对一马的态度 一改从前 甚至 有点喜欢胜利一马 而即使和一马 相处在一起的女生 多多少少都有点喜欢一马 只是她们自己不知道 没有察觉 而久违的监视感再次出现 结果 却在公园里 找到了临下出走的洋菜 此之洋菜 已经好几天 没有吃饭了 一顿囊吞虎 依然可接下来要思考的是 晚上住在哪里的问题 纠结之下 一马选择偷偷带回 晚带旅馆 毕竟自己还在寄居 在别人家里 怎么好意思 明目睁大地带她回去 也很了解洋菜 为啥离家出走 原来是洋菜 想要去东京学习 但是洋菜的爸爸 希望自己唯一的女儿 能够留在身边 顺便经营家中的酒夜 为洋菜去东京 也是为了学习运营 使自己家中的酒 能更好地消瘦出去 洋菜的父亲 又是个暴脾气 这就导致洋菜 没有说出原因 急着离家出走 暗暗无事 等到第二天 晚带老板娘 叫一马起床 被招行一马 才发觉自己怀里 竟有个美少女 而洋菜的存在 也就这样 被老板娘给发现了 好在老板娘 善良的守留了洋菜 不过洋菜父亲却来了 要将行带走洋菜 一马上前阻拦 妇女之间的战争 瞬间变成了 洋菜父亲和一马的较量 二人达度 在寺庙前 进行拔合比赛 一马赢了 就让洋菜去东京上学 否则洋菜 就要听父亲的话 留在身边 这场比赛 很快就传了出去 距离上一次寺庙前比赛 还是好几年前 某某将要取另一家姑娘 而进行的 这件事被人津津乐道 随着消息的传出 人们的猜测 一马和洋菜父亲 拔合了末里 是一马想和洋菜结婚 谁知原家听了 只有备受打击 而我并在床 在比赛当天 受得跟猴子一样的 一马对战撞卤水 牛的洋菜父亲 结局一眼 可以看清楚 但是为了洋菜 一马真的拼情了全力 最终竟然意外的获胜了 洋菜也回到家里 从妈妈口中得知 爸爸在比赛上 本想故意放水的 但是没想到 真的被毛头小子 给打败了 这使他很挫败 听到这些 洋菜也终于鼓起勇气 向不禁袒露 自己去东京上学的原因 妇女二人重归于好 而看到这么阳光的一马 像是爱意大爆发一样 所有的女生 好像都开始意识到 自己喜欢一马 原家甚至因为 寺庙前拔合的谣言 而病老了 没大到的小一 气冲冲地来找一马算账 等大家一分析 小一才明白过来 原家也有可能喜欢一马 为了让有情人 终成眷属 大家开始行动 除了小一和阿川 在其他能帮助下 原家最先表明了心意 大家一起先约好 去游乐园 到时候放鸽子 当原家和一马 两人一起去 于是乎 原家和一马 开始立场约会 可是在如此美妙的场景中 一马却总是扫兴地 要提起 要是阿川 他们能赖就好了 这让原家很失落 等到第二天 原家改变了策略 算是和小时候 一样颜色的衣服 戴到小河边 灰风吹落了原家的帽子 相及了一马小时候的回忆 在一马的追问下 原家说出了 从小时候就喜欢一马的心意 但是一马对于内饰的原家 只是简单的秀美之情 即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 过来好看 并不能不以所欲为 最后和晚上一样 在周日 一马被老板娘赶出去了 这次是为了替小朋友 邀请阿川来做模特 而特意支开了一马 一马漫无地地走在街上 找到一个人在桥上待着的小一 小一因为之前的社团活动 老准没和大家一起玩耍 为了补偿 二人一起去把那天玩的东西 统统玩了个遍 小一非常高兴 而另一边 做玩话的小布 和阿川谈起了做话的原因 是因为最近几天 哥哥不开心 而话说哥哥喜欢的人 应该可以让哥哥开心起来 这只是小布 一位哥哥在和阿川交往 但是小布的话 那阿川的心理 已经发生了改变 等到伴伴在凉亭下休息时 小一向一马表白 但一马以为小一时在开玩笑 但看到小一失落的表情 才恍然大悟 一马向小一道歉 小一说的是自己开的玩笑 但眼中还是流下了泪水 这个傍晚下起了大雨 像是小一无声地痛哭 等到第二天 小一跑向山顶 大喊发泄 这才满选复活 后来一马被选中 成为了祭祀的男神角色 而女神角色自由藤堂录选 等到表演的当天 一马大惊 因为阿川变成了女神 原来是藤堂故意装病 浪给了阿川 一马只能硬着头皮一说的宋词 其实打开后发现 那是表白阿川的话 将其昨天和杨菜的谈话 爱就要亲口说出来 一马便开始大胆表白 一场祭祀 变成了两人的相爱誓言 本作是根据游戏感的一部动漫 实话说 剧情上是有些无聊 并且人物塑造真的没有太大的成功 不过庞大的后宫团 算是吸引我个人的点 另外在看完后 我只能吐槽 不走原家 是真的可惜的一批 哪怕杨菜这种最白点的做主线 也是看得很开心 另外毕竟是后宫动漫 所以动不动 就因为一点是 觉得男主好雅撒心 好感动 也实处正常 推荐的话 我只能说看各种感觉 都是少年 一位明年有可爱的九季年男孩 那位喜欢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